好多花友喜欢养彩色的闲人球 因为闲人球带颜色非常的漂亮 不是普通的绿色 不是那种的看着别扭 彩色的闲人球 我们在花室里是能够看到的 有很多在卖的 那么能不能买呢 无论它价格贵价格便宜 你要记住 在花室或者在网上 见到三种闲人球是彩色的 您不要去购买 第一种就是我们常见的 用一根三角去嫁接的那种全粉色 或者是全黄色 或者是全白色的 这种闲人球不要去买 因为这种全景的没有一点绿色 它为什么会嫁接呢去卖呢 因为它如果是直接待到花盆里 它是不成活的 没有绿色 没有叶绿素 它不能够进行光合格用 它不能自己长根 在小苗期长出根来 然后它会从小苗直接去嫁接 嫁接以后 大了以后长侧芽 再把侧芽掰下来 再去嫁接到三角上 然后这样一批一批的繁殖 侧芽 你们买到的全是侧芽嫁接的 如果落地的话 根本不会长根 而且嫁接的 在室内养的话 小温度低于八度会烂 而且浇水多了会烂 很多花有买回去 都是带着花盆栽好的 里边其实就是原土 您浇上水烂的几率非常大 而且这种呢 几乎是没有观赏价值的 只是单独的一个颜色 就像一个假的一样 您去买这种的 没有任何一样不活 而且落地根本不可能 开花的几率也非常小 您现在知道了吗 所以说这种的不要买 第二种呢 就是喷漆的 我们在花市经常见到 有一种带色的咸芽球 喷上绿色 红色的颜色 都是金虎 绿色黄色或者其他的颜色 这种喷色的金虎 您就不要买了 它有可能是直接喷上的 有可能是直接放到油漆里蘸的 它整个蜘蛛 包括刺 包括球体 都已经沾满油漆了 影响它进行光合作用 放到室内养 如果缺光或者是通风差 浇水以后 它烂跟感染病菌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而且呢 您去放到那 即使它能活 但是它后期长 长长以后从顶部开始长 下边是彩色的 中间长出来以后 中间扩散 变大的时候就会变绿色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金虎 您买到的就是个金虎 花高的价格 买到一个金虎 根本不发散 再一个呢 就是要紧 什么是要紧呢 我们买到的仙人球 有好多 新兜 蓝凤玉之类的 它底下的球是绿色的 只有在顶部 是一种黄色 或者是白色 或者是粉色 这种的都是喷果药的 就是 它们这些仙人球 已经长得比较大了 准备拿到花式去出售 这种仙人球 如果单独的是绿色的 去出售 买的人少 而且呢 买的是卖的时候呢 价格比较低 它们会选择在出售前三两天 直接整体的喷一下药 这个药就是出紧的药 喷上以后 最多两三天 它就会彻底的从中介 变为一种黄色 或者是白色 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 这种仙人球 您拿到家中 如果放到室内光照弱的环境中 养上三五个月 它不生长 少胶水不生长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您放到太阳底下去 正常的胶水 您会发现 它逐渐的从顶部开始回出 整个球凹进去 整个球彻底死掉了 因为打过药的药井苗 它已经破坏了生长性能 它的根系已经没有活性了 您去养 它根本就养不活 只是短时间的观赏 价格比绿色的贵 结果花了个高价格 买了一个死球 您觉得合适吗 所以这三种仙人球 是在花式 在网上都能够见到的 不要去购买 正常的鸡 它的颜色是均匀的 而且不是只是在仙人球的顶部 是仙人球的 整个球体各个部位都有可能 或者是单独的一个侧面 或者是下面出现带紧的情况 也有一颗满球紧的 不要认为 它只在顶部 是黄色的 是出紧了 这个价格是比较贵的 正而八紧的带紧的仙人球 价格还要贵 而且呢 这种的一般都是喷过药的 我在花式去赚了好久 没有这样见过正而八紧的 好品种的带紧的 您现在知道了吗 想仙人球 不要买这三种 这三种是坑人的 买到属 养不活 或者是养不好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鸡点个赞 点关注再走